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我的名字叫做甘仲維 那或許有人知道我是墨金哥 那聽我的演講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看不到 所以我需要聽到你們的聲音 每一頁的PowerPoint我需要你們幫我 把裡面的字唸出來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我今天的講題是 很棒有沒有感覺回到小學對不對 很好我是誰 我們來看一下我是誰 這段從床到浴室的距離 不到三公尺的路 我足足走了一年半 失明後第一次刮鬍子弄得片體淋傷 被扮演的房門撞得頭破血流 從吃飯開始 刷牙刮鬍子 剪指甲 全部都要重新學習 我不僅失去視力 還同時失業 失學 失去愛情 誰也不知道 這一切 竟然始於高度情視 我是甘仲偉 如果可以 我想找回遺失的光明 來賓請掌聲鼓勵 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樣 在過去我是非障礙者 但就在我28歲那一年 因為青光眼的關係 我變成了失障者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 青光眼 這好像是長輩的特權 但是其實現在拜科技所賜 我們無論是在工作 無論是在回家的路上 無論是在搭公車的路上 我們都在幹嘛 滑手機 可能在公司面對的是電腦 在路上滑的是手機 回到家裡看的是平板 我們幾乎都在過度使用我們的眼睛 所以 有的人會很好奇 科技到底帶來給我們是什麼 是幫助 是迫害 它能不能有一點溫度 而這也是我在看不到之後 一直在思索的 我們看下一頁 非常好 承認軟弱 非常好 承認軟弱 在照片裡面你們會看到什麼樣的照片 打點滴 就醫等等 承認軟弱這件事情在我當初 28歲年一年因為急性金光炎的關係 我開了11次手術 在短短的兩年之中 在兩年之中我不斷地在自我詢問 我做錯了什麼嗎 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沒有其他的方法了嗎 我一直在思索這些問題 但是我一直不願意去面對的是 我們自己的身體出了狀況 只是要對自己負責 那就是給自己身體最好的休息 最好的治癒 當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我才了解到 身體健康的重要 以及 我們要承認軟弱 因為唯獨只有承認軟弱 你才能去面對你最不足的地方 那兩年的時間 那11道的手術之後 慢慢地去意識到這一些 好 我們看下一頁 對的科技 沒錯 講到今天的主題了 對的科技 大家覺得科技對你們而言是什麼呢 有的人覺得是手上拿的手機 有的人覺得是在網際網路上的 大數據的資料分析 甚至很多雲端的運算 很多不同的科技 但是究竟它對我們而言 什麼是科技 什麼是對的科技 當時我成為視障者之後 我不得不自問 我還能夠上網嗎 我還能夠用電腦嗎 我一定要學點字嗎 很多這樣的疑問 一直跑到我自己的腦海中 不得其門而入 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還是可以跟各位一樣 我們看到照片裡面有 手機 還有什麼 電腦 以及我的好兄弟擺手帳 我需要擺手帳 為什麼呢 我需要擺手帳 協助我再次走出來 在家裡 我們過去可能覺得家裡很安全 可是我在看不到之後 在家裡竟然賺了頭破血流 怎麼說呢 家裡的小朋友在地上放了一台玩具車子 你們看到會怎麼樣 閃開 撿起來 我則是直接踩上去滑一跤 打了石膏一個月 所以家裡 並不像想像中那麼安全 我也曾經因為家裡的房門是半開著的 迎頭撞上 頭破血流 這些在過去我看得到的時候 我覺得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全部都發生了 好 那好不容易我透過一定時間的學習 生活的重建啦 我開始學習一些技巧啦 我讓我自己的生活回到一個比較安全的狀況之後 我試著拿起我的白手帳 走出那扇門 你說白手帳不是什麼科技吧 可別這麼說 白手帳現在有很多人把GPS的定位加上去了 把很多障礙的辨識加上去了 白手帳似乎也變得有一點科技 那當然像我手上的手機 還有我們甚至在家中用的這些平板電腦 有很多語音暴讀的回饋 它可以讓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樣 我可以用聽的 我看不到 一目十行是我們過去常做的事情 我現在可以一聽十行 甚至更多 那這些其實都有效的提升 我們無論是視障朋友或者是障礙者 在生活各種不同的面向的生活品質 只要我們找到對的科技 好 這些人在幹什麼呢 看起來 其實這個呢 是我在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所成立的 自公社底下 我們走到偏鄉 深入偏鄉 去和所有的小朋友做導讀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而我在過去那十幾年 還看得到的時候 我也是這麼從事著 可是當我瞬間看不到的時候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看不到了 我還能讀故事書給小朋友聽嗎 那我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來看看 你不一定要講話 但是你用細細的聲音 你一定要讓我聽得到 或者聞得到 你三天不洗澡 停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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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去 那怎麼辦 你們看到什麼 我要呼叫那個消防隊 消防隊嗎 好 差不多停電了 你們有沒有人搭過電梯突然停下來 沒有 那有沒有人搭過電梯 有 那你們想不想被困在電梯 消 好 我們看看故事裡面的人會怎麼樣 等電回來 但如果沒有電回來怎麼辦 那你就餓死了 餓死了 餓死了 那他們會怎樣 那怎麼早上飛開 就一直按手 然後終於按到一個機 隨便讓他也是一個方法對不對 那會不會按到一個按鈕結果就爆炸 不會 他跟他們說 我們會派人過去對不對 可是大家還是很緊張 那緊張是不是你還可以走 電來了嗎 電來了嗎 有 有亮了 他是越來越亮還是越來越暗 越來越亮 門打開了 門打開了然後呢 他們就很緊張 很緊張大家都想要出去 可是還是很害怕 可是總算到一樓了 這怎麼會下你的那個 是Sena的紅白手帳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 阿婆 阿婆嗎 阿婆 郭慶哥哥 先摸你啦 你的狗 可以 記掉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不難發現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一直想要回到山上 這就是小朋友的魅力 他們給我的回饋 是最直接 最單純的 我過去的那些 所有的包袱 彷彿都不重要了 我一直在擔心 當我看不到之後 我是一個障礙者 小朋友會不會對我 也投影一樣的眼光 後來在 我看不到之後 回到山上 我的心放下 心中的大石頭放下 我發現 小朋友看到的 並不是我的障礙別 他們看到的 僅止於是我這個人 而這樣的事情 在我們生活周遭 其實是很難發現的 我們周遭很多的人數 看到往往是我們做不好的地方 我們是一個障礙者 我們的等等 但沒想到我在山上 找到最純真 最單純的 小朋友的投射 就是你就是一個 墨鏡哥哥 我以前叫做眼鏡哥哥 因為以前度數很深 我看不到之後 小朋友叫我墨鏡哥 我的頭銜 也是他們幫我取的 那當然 如果各位有仔細留意的話 在講故事的人是我 而且是我看不到之後 我手上拿的是什麼 有人發現嗎 沒錯 是iPad 所以科技 是不是讓它 有了一點溫度 在有愛跟關懷的角度 是的 而且對的科技 它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場域 讓很多的障礙者 跟我們在座的各位一樣 我們還是可以有很多的參與感 而不會覺得 自己好像不能再做過去 想做的這些事情 好 創新創意 這個是我很喜歡在企業的時候 演講的 我們今天也說說看 什麼是創意創新 你們覺得什麼是創意 好玩的 有趣的 什麼是創新 跟昨天不一樣 就是創新嗎 我想大家在照片裡面可以看得到 我個人在看不到之後 我也經營粉絲團 墨鏡哥粉絲團 所以大家如果有用臉書的話 回去加一下 那當然 我也寫部落格 你會好奇說 墨鏡哥你看不到怎麼寫部落格 用說的啊 一樣 我們看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用 TTS 所謂的text to speech 我可以聽得到文字的內容 所以我也可以接收得到 每一天即時的新聞 每一天重要的醫學報導 甚至我在做的研究的內容 不管是中文英文等等 呃 我也很懶惰 所以當我在寫部落格 甚至我在我的粉絲團 上面發言或回覆留言的時候 我選擇STT 叫Speech to Text 就是我用說的把它轉換成文字 所以 我和大家在做的一樣 是一樣的 我用最簡單的邏輯 最方便的工具 對的科技 它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樣 我很享受到處打卡 我很享受隨便亂拍 即便我拍的可能是歪的 但透過這些對的科技 透過一些創意跟巧思 我還是可以跟我過去 社群朋友 以及我的工作上的朋友 繼續互動 我們還是可以保有很多 暢通無阻的溝通 這些就原始於是 有溫度的科技 Ion App是什麼呢 其實在我看不到這期間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視障者最需要的是什麼 你們覺得呢 就是要看得到嗎 但是不太可能 好 不管是醫療技術或等等 我們聽過很多的技術 像電子眼啦 像很多的幹細胞技術等等啦 其實這些不外乎 都是讓我們有很多的一些期待 但是 它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去醞釀 需要很多的一些 try and error 去不斷地去做校正 但等待的是這個過程中 是不是我們什麼都不能做呢 其實有很多還是我們能做的 所以 墨金哥 就是我本人 我們透過跟很多的使用者去互動 過去我在做產品設計的時候還是一樣 我很容易 很主觀的 很天馬熄空的 去想說這個 就是使用者要的 這個夠shed了吧 這次一定會中 但是包含像我剛剛在介紹 INAPP這個服務的時候 我們在去進入這個情境的設計之前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所謂的 User Study User Research 就是我們去一直採 一直訪談 我們跟我們的使用者 有很多密切的互動 為的是什麼 我們為了打造了一個服務 它是具備同理心 而且它真的要能夠 解決使用者的需求 當然有很多設計的principle 很多的原則 你要可用 好用 才會有人要用 所以我們在做 特別是我現在這樣的情境 我在設計產品的時候 我不再去用想的 我是會去實作 我會去坐下來 好好的去跟他們互動 所以我們也和很多政府的單位 做出不同的合作 包含像我們跟交通部 接下來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們搭乘計程車的時候 會有一些點字 以及QR Code QR Code是什麼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可以拿著手機去掃QR Code 少了QR Code 少了QR Code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資訊呢 它可能可以告訴我們 司機先生的名字是什麼 他的登記證號 是不是過期 等等 這些資訊 在過去對於障礙者 特別是市場朋友 他是接收不到的 那有很多的長輩 他可能也看不到 但如果有一些糾紛 又或者東西掉在車上 我們怎樣精準的回報 當然啦 也有人會說我們更方便了 我們可以直接用手機APP叫車嘛 那除此之外 十一住行每一個環節都是重要的 身心障礙者 甚至是市場朋友等等 我們要的不是更多 我們其實只是要跟大家要的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 那當然因為我的know how 因為我的背景就是市場的這個族群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深度的一些訪談 不斷的去校正 我們把視覺障礙者 他們的一些期許 整合成這樣一個服務 我們來看看 i and Apple 它解決是什麼樣的服務 您好 今天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看不到還是可以很漂亮 右邊的嘴頰再多補一點 補妝化妝一樣搞定 怕吃壞東西嗎 這個過去了 我們幫你把關 透過我們的服務 幫你找回生活的自主權 螢幕上的驗證碼到底是什麼 您的驗證碼是小寫的 M O R E 輕鬆搞定 這是誰寄來的明信片 這是小凱寄來的明信片 我們幫你看 讀給你聽 我們幫你看 最害怕找不到東西 請你用左手往十點鐘的方向探索 簡單標準的SOP 協助你輕鬆定位找到東西 這樣的設計 不僅人性化 更可以照顧到身心障礙 以及高齡的使用者族群 降低更多的人力成本 因為你們所看到的影片這裡面 漂亮年輕的女生 這兩位都是障礙者 在接受服務的這位市場的女生 叫小雅 而在提供服務的這個女生 這個我們講的叫做Agent 她就是線上客服的這個女生 其實她是坐在輪椅上的 當然我們把它拍得很漂亮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她坐在輪椅上 但她們其實都是障礙者 而我們在做這個IMAPP的服務 大家也看得到 我們幫視障者解決了什麼樣的需求 其實就是看 因為當一個視障者 或者是當我們中途失明的這個歷程中 我們要克服的情境有太多太多了 我們要直接拿東西 我們看到就拿 但是當你看不到之後 你會在一定的空間裡不斷地探索 你不小心就把東西打翻了 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講就是很大的挑戰 還有吃東西的時候 這個麵包 這瓶牛奶 她是不是過期了 無從得知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 有沒有一個服務 她是可以很主動積極地去觸動 去解決這些生活中的需求 不需要去假守他人 當然透過Agent 我們的Agent 像菲菲 她雖然是輪椅族的朋友 但因為她不是施藏者 她看得到 所以透過一些專業的口述影像訓練 她就可以告訴我 東西在哪裡 告訴我們的視障的使用者 東西在哪裡 假設你們要告訴我 譬如說 我的左邊有什麼東西 你們可能會告訴我說 墨鏡哥左邊左邊 墨鏡哥右邊右邊 可是對於一個視障朋友 他會很多的問號 請問左邊是哪裡 右邊又是哪裡 你們的左邊跟我的左邊 可能剛好是相反的 沒錯 所以我墨鏡哥也鬧過很多笑話 我的朋友很開心找我去吃飯 在餐廳坐下來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個叉子在你的 右邊 我一放下去 為什麼是手插到番茄醬裡 因為左右相反 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讓障礙者 即便他們開始慢慢回到生活 有各種不同的參與的時候 還是可以像大家一樣 很自在 很從容 很優雅 而且還可以很帥氣 其實障礙者要的真的不多 他要的跟我們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而INAPP這樣的一個服務 我們希望先解決視覺障礙者的 居家生活的重建需求 它可能是種種不同的面向 包含像大家一定會收到什麼 水電費 會吧 納稅人要繳得稅單 這些東西其實對於視障者而言 其實都是苦不堪言的 這些東西是看不到的 但如果他們又不是那麼的熟悉這些科技 對的科技的操作的話 這些資訊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種障礙 當他拿到那張紙的時候 傻眼 所以透過像INAPP這樣的一個服務 我們精準地去找出使用者 他到底需要些什麼 然後慢慢地去修正 我們不貪心 我們並不覺得這樣的一個服務 他可以讓你飛天 可以讓你遁地 但他一定要去解決最基本的需求 而且這樣的一個服務 它的介面是單純的 因為我們知道有朝一日可能我們老了 可能我們視力不方便了 聽力不方便了 甚至是行動力變緩慢了 我們說不定也可以用到這樣的服務 所以我們當初設計這個APP的初衷 並不是說只有讓視障者可以用 那當然像我們一樣 我們視障朋友生活從今有太多的細節 我們會去慢慢地去摸索 而這個摸索的過程都需要陪伴 因為我們深信陪伴就是一種力量 而愛 陪伴 關懷 它讓我們的科技也變得有溫度了 而這些有溫度的科技可能就是對的科技 它就解決了我們生活中種種不同面向的需求 我們再看看下一頁 這就是我在看不到之後最深的感受 持續做 做更多 我過去一直在思考 我看不到之後 我只是只能去從事按摩啦 從事點字的學習啦 等等這樣的工作 但我發現如果可以透過一些對的科技的結合 或許我沒有辦法去升任過去在雅虎首頁 做那洋洋沙沙 視覺大量的工作 或許我不見得可以去當一個設計師 嗯 其實是可以的喔 透過這些科技 我們可以透過口述影像啦 我們可以透過種種不同的報讀啦 我們還是可以吸取到很多大量的資訊 我們甚至還是可以吐出很多的資訊 那這些東西它可能就可以造就一些美好的事情 對我而言 每天都要再做 每天都必須要做 持續的做 那怎麼做更多呢 我覺得如果我自己沒有成為障礙者 我可能就像媒體所說的 我可能就是人生勝利主啦 我可能就是在那個社會的階層啦 大家貼上的標籤我可能就在那裡 但是因為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 它不僅讓我有同理心以外 因為那不再是同理 因為那就是我 所以我才深刻地去感受到說 當我們不再去看 我們沒有用心去感受生活作造的時候 你不知道原來障礙者跟我們是生活在同一個平行世界 我們老以為他們是在不同的一次元 但其實沒有 我們台灣正在步入一個超高齡社會 當然不管是日本或一些歐美的國家 他們已經是 所以他們有極高度的意識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是否也能夠因應這一股浪潮 所以我開始去思考 我們的銀法族群 我們的長輩 他們是否也有視力協助的需求 是否也可以透過一些聽力來解決他們的需求 那如果他有一個complexity 不管是他的聽力視力 甚至是他的行動力都受限了 他是不是還可以透過適當的輔具跟一些學習 讓他的生活保有原來的品質 我想 除了我以外 在座的各位也是一樣 也有很多事情是你們可以做更多的 所以 我很盡興 我找大家一步成為障礙者 所以我更要去 在我還能動的時候 我會多做一點 幫大家多做一點 但是不是為我而做 是為未來的我們而做 那我想我唱一首簡單的詩歌 幫大家鼓勵一下 好不好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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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